人死后会变成什么 莱尼认为会变成幽灵 每天游荡在人间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冰冷的手还能给汤降温 卡尔认为 人的意识会化成宇宙能量 可以附生在任何动物身上 老毛子却很悲观 他认为人死后将会进入一片虚无 只有猴沫最乐观 他觉得人死后会上天堂 那里有吃不完的大餐 原来拉里死了 他们是拉里最好的朋友 拉里的遗愿是和大家一起看瀑布 一行人立即出发 第二天猴沫不意间打翻骨灰盒 没想到里面竟有大量宝石 这一幕碰巧被老毛子撞见 他不让猴沫告诉其他人 想两人独吞这些宝石 在路上 卡尔和莱尼发生争吵 导致骨灰罐掉落 宝石的秘密眼看就要暴露 这时警察出现 一走私最逮捕了大家 好家伙 警察自私下和黑斑勾结 他想把宝石占为己有 还准备将四人灭口 幸亏猴沫找到一把信号枪 Time to get out It's flare 车子卡在悬崖边上 四人靠着体重压着车子 只要有一人跳车 其他三人就会死 来你提议数到三一起跳 One Two Three You don't jump on three You jump on go One two three go 猴沫的脑回路可真奇葩 他连人带车坠入悬崖 这时燃烤的树砸刀挺缠 骨盔罐从山坡上滑下 感觉就像是拉里显灵 在千军一发之际 骨盔罐卡在汽车的轮胎上 让猴沫保住了小命 这里的场景跟拉里的话一样 他的遗愿终于得以实现 从此大家的友谊变得更牢靠 也因此懂得珍惜当下的生活 我